孩子你和我吧 爸爸带路 爸爸带路 上来找来找来 来这边摘玉米 小孩子也可以体验一下 咱们这边的生活 老妹 还不还行 还行 还行要快了 这个玉米呢 就是我们这边的特别的好 爱是不是 快点 这边摘玉米呢 爸爸 走哪条路 哇 拍门看一下这里都漂亮 哎 这个玉米 漂亮 姐啊 过来过来快点 老妹 摘啊 来啦 摘嘛摘嘛 好多的吧 摘嘛摘嘛 这些玉米 这些花生啊 这些玉米 这些花生啊 都没了 花生可以吃了 漂亮 回到去再剥那个 那个啊 啊 小心哦 有那红蚂蚁的哦 红蚂蚁好厉害的哦 等一下再拔几颗花生 花生应该不能吃的吧 可以拔了吗 哇 天呐有蚂蚁 不要拆到哦 小心哦 蚂蚁哦 看到吗 可以采到 蚂蚁很毒的 哎呀 这个弟弟真是 你看 啊 快摘快摘 快点 老妹 加油 不要拔大的 小的不要 不要摘 哎呦 你是样样哦 阿姨 让一下 阿姨 不要采到玉米啊 就像你摘你就那么难 太小了 弟弟 还没有叫你种呢 叫你 来拿口 拿袋子来 叫你种你更加麻烦 老妹 你来这边走 不走他们后面 花生也是我们的 是你们的 弟弟好大 哎 都去 我要都去了 哦 他的有这红蚂蚁 都去 弟弟不要翻下去哦 大的 有多大 阿姨 有我们有多 哦 啊 啊 小心 我们有多个哦 没秀的哦 啊 都脚还留着了 是啊 那怎么要给他吃啊 一路过就有这么多啊 你们又来我 你们又忙我 你们刚刚好没啦 全部踩到花生里面了 没有啊 哇 是 不要踩到花生地里面去了 哦 这里的环境啊 非常的好 你看 这个荔枝马上就就得栽了 哎 这就是荔枝 很多人不懂什么叫荔枝 差不多就够了 明天再来栽 吃不了多少了 哇 弟弟 要 要花生就拔几颗 要不要花生 不开 开不开心 不开心 啊 不开心 不开心 为什么 这个挡住我的路 挡住你的路啊 我不喜欢菜地 太脏了 我也不喜欢红蚂蚁 红蚂蚁 谁也不喜欢啊 红蚂蚁 但是红蚂蚁咬我 好痛 痛啊 咬到哪里 努力啊 读书啊 不要搞到那个花生 背着 背着 好了吧 那咱们就准备拿这些玉米招待客人了 有哪位朋友啊 哪位兄弟啊 老铁啊 给我们支持的一些大哥打劲啊 往前走 往前走 我们就可以用玉米招待 土鸡土呀 这么小就拔了 里面有米了啊 够了没有 老妹拔了一颗玉米 拔了一颗吧 这个是花生 还有三颗 还有三颗 老妹 爸爸 妈 花生 大哥的了 这么多泥呢 这叫地豆 走了走了 走了 走了呀 很多人呢 就不懂玉米长在什么地方 也不懂玉米是怎么长出来的 今天终于长见识了 这些玉米啊 在我们这边很泛乱 就是一块五一斤到美人料 很难卖 就是生了一块五一斤 然后呢 之前是卖两块三块的 现在就是便宜了 因为多了嘛 多而便宜嘛 物以稀为贵嘛 对不对 老妹 快点啊 咱们准备那个了 准备回家了 回去啦朋友们 拜拜啦 如果哪个朋友呢 想要摘的 可以过来找我们